合作 慢点吃 饿死鬼脱生的呀 憋着了 没人跟你抢 你说你满大间要饭去了 等不着我 用撑着吧你 这会儿撑不住了吗 赶紧吃啊 吃完了收拾东西 住我那儿去 住女儿 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啊 我怕有损你的情欲 我一个大男人住着女儿 多不好听 是不是 没钱吃饭了 留着面子还有什么用啊 眼下就这么一道牌 转眼就会过去 我有办法 有办法 还有更绝的招 去骗人家钱是不是啊 没别的招就流浪街头呗 陈子秋想让你流落街头 到处要饭 他想错了 在我小白玉这儿 你永远都是爷 永远都是杨大少 来 喝龙井茶 是 我这哪儿是爷呀 我这是寄人李夏 什么寄人李夏 当我当外人了是不是 没有 我把你当上我姐 别叫我姐啊 当我妹 妹也不行 那叫什么呀 叫我小白玉 小白玉 我提醒你啊 跟陈子秋不要硬碰硬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跟他去碰就是鸡蛋碰石头 你碰不过 不就是你们欠了人家的钱 人家收走了川剧园吗 那你把钱还给他 再把川剧园赎回来 你当初要是听我的 拿着我的钱去把债还了 怎么会有今天 陈子秋拿什么来逼你 你就是不听不领我的情是不是 是啊 我早听你的 不至于到现在这样无家可归 没有无家可归啊 现在川剧园的牌子在我那儿呢 别人不嫌弃 我那儿 就是你的家 那个 一会儿 吃完吧 我闹你那儿 把川剧园的牌子扛回去 我那个 讨厌 你这德行 你开这玩笑都不行 杨白玉 我突然 想喝酒 你陪我喝 怎么样 没问题 老板 拿酒来 那个没墙的人躲着不露面 也不知道什么来什么来路 我到处打听了怎么都问不到 问不到 问不到你他们干什么来了 我让地区师们偷偷跟追望风的人 在宜香园 亮布朗尼的那个人 就是川剧院的伙计 朱琪 朱琪 杨上成的人 对 就是杨上成 是他又没墙 杨上成 这回你的狐狸尾巴烙了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那我喝多了 你也没喝多 我们都很清醒 这 这个 你看 这个 你看 川剧员 孩子我给你收好 小白玉 你就是我亲妹妹 我现在是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 以后我吃的 用的全都靠你了 我养你一辈子 不行 你不能养我一辈子 你要养我八辈子 我养你十辈子 好 仗义 你看 累了 走 睡觉 睡觉 就一 一 一张庄啊 嗯 那 怎么睡啊 你说怎么睡就怎么睡 我听你的 不行啊 我不能跟你睡起 要是睡一会儿的 别人会说闲话的啊 我一个穷光蛋 我不怕坏的名声 你不行 小白玉 明觉 你要保护自己的名声啊 我就 我就 睡门口我跟你省门啊 不行 不行 到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睡床上去 我不怕悖名声 你不怕 我怕 你怕什么呀 怕我吃了你 我不是怕你吃了我 我是 我是 这门口通风 我在这儿睡挺好 我给你省门的 我看谁敢进来 好 你起来 起来 少诚 你也不想一想 你都住到我这儿来了 就算我们没睡在一块儿 别人也会认为是睡在一块儿的 你不怕悖名声 我还怕悖一个冤枉的名声呢 要不 我们就睡一块儿 这 太 太突然了 我真怕 我睡了 你等着 你看看 这是什么 一摞圆的 一把尖的 你要是听我的 我拿圆的给你填肚子 你要是 不听我的 用尖的说话 好 仗义 好 你都不怕 我怕啥 对不对 我也不怕 上床 睡 那个我 我 我那出去 我先方便一下 方便 我 我 我那 我方便一下 我尿掉 好 好 没良心的 少长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啊 告诉我 上次那把枪哪弄来的 哪把枪 别跟我装糊涂 你找马上开的那把枪 你管我哪弄来的 你现在经扯上大麻烦了 你知不知道什么麻烦了 军火那是要命的事 谁沾上谁就掉脑袋 你要是现在不告诉我 到时候只怕我想救你 我都救不了你 那不是丢川局员的小事 我被你爹已经逼上绝路了 没有什么可丢的 你放心 川局员我一直想办法帮你要回来 给 这是你家的钥匙 所有我都给换 你瞧瞧你 都成什么样了 搞搞得跟把薄言三叫花子一样 你干什么呀 我听说 你大白天在南城街搞咋耍 还有 你怎么又跟这西子混一块了 管我 你是杨家大少爷 就算落魄了都得有点脸面 你这样做实在太丢人了 丢什么人啊 恰恰相反我感觉很轻松 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别管 你是你我是我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别跟我赌气撑不撑啊 你别跟我赌气撑不撑啊 我知道 有邀传说 是我爹杀了你们全家 可我都问过我爹了 那是个误传 误传 我们家死了十七口 那是误传 想当年这事是一伙刘肥干的 叶梅他爹都定了案了 再说我爹跟你爹那是好兄弟 你想想怎么可能呢 别说你爹跟我爹是好兄弟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杀了他 我告诉你杨舍 承你冷静点行不行 我今儿来我是来帮你的 我不需要你帮我 行 你不要我帮你 我现在求你帮我撑撑 啊 军火案的事 上面逼得紧 我都快逼疯了 要不你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 你先告诉我 那批军火到底藏在哪儿 多年兄弟的情分 你要是顾及多年兄弟的情分 你爹那么做 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我要是瞒着你 我不得好死 我说了是误传 那不是我爹干的 我告诉你 你要再说误传 我就打死你 我这一拳 是替我死去的家人打的 我而查清二十年前的血案是真的 不会不报这个仇的 什么时候 我其实都要咱俩 我才还是 bend 懂 我才不懂 我还 gäbe 我都要咱俩 你那个时候 你很生意 我是你灵畅的 你自己的孩子 我怕 我会在这儿 你自己的孩子 took我 我现在来 我ρι偶 你一个人 我应该需要 你昨天晚上四更天才回来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等了你一晚上去哪儿了 昨天晚上我出去玩去了 深更半夜的去哪儿玩了 不会去宜香院了吧 你真猜对了 我就去宜香院了 你会去宜香院 你现在张口就会变瞎话了啊 这沙发上睡得舒服吗 挺舒服的 很长时间没睡这么踏实了 你是床上不喜欢爱上沙发了啊 以后天天睡沙发吧 谁啊 大少爷 大少爷妥了妥了 这下妥了 咱发大财了 西方 白老板 西方寨土匪头子邓八子大爷要咱的货 大少爷我看这回行吗 真的 那他说什么时候见面了吗 说了 今天中午在八林茶馆 现在不就中午了吗 赶紧 你们去哪儿啊 我出去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 你别问了 反正我告诉你 我就要发财了 你 站着 你发个狗屎台啊 我宁愿你谁要饭 先生 上面请 我说是跟那个谈生意啊 原来是杨大少爷 听说你们西风寨 冰枪马壮的 正缺枪啊 错 我现在是用场两行的 量商 哦 那我不做粮食生意 哎 走 走 杨大少爷 你也是见过四面的人是 我们对外嘛 只能是不是做粮食生意 你明白没的 明白 你有好多货 你指的是粮食 枪 洋枪 而且一定要杰克热笔 清几枪 有 五百块大洋一只 而且 这单生意 最少要做一万块大洋的 少了不做 我是从战区弄过来的 花了不少钱 做少了我花不来 我要两万咸大洋的活 哎 两万咸大洋不做 就做一万咸大洋 这就怪了 到时候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是一张我要货的清单 你看一下 有啥子问题没的 要的太多了 可以捡一点 但是 不能捡的太多 我的兄弟们 都等着用心枪 这趟生意要足足成了 生意 有的是做的 行 那 这些 大洋 我就先当成是定金了 啊 然后我们 签一份合同 这笔买卖 就算做成本 不行 我都没看到 你的手钱 没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那你可以不做 为啥子 刚才你都不敢承认你是西风寨的 你应该清楚 这不是一般的生意 不是一般的生意 就得这么做 要不就不做 我合约带来了 你看看 觉得合适 我们就签 签了 这事儿就算成了 都安全 我要是赖账 你可以去官府告 杨大少爷 这种生意 能能进到官府吗 我签 我签还不行吗 吴总管 生意做成了 我给他两百块钱来用做典型 把他落得都快疯了 你看 协议都签了 我签了 我签了 不过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签了 你的名字 我签了 你的名字 你不愿意 我签了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拿了几十把枪 神能看 好 那个人毛袋里好像是枪 追 着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聊 我去打开水了 瘦了 要不我给你请两天假 再回去休息休息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怎么了 还不高兴啊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现在做的事 真的很抱歉 我不得不做 现在这事 不是你我之间的事 你舅舅要接管你父亲的队伍 国防部也要接管你父亲的队伍 但我认为你舅舅 并不一定能接管这支队伍 你就这么确定 好了 我们不谈公事 你看 一谈公事就不高兴了 但是这座山挡在我们面前 躲又躲不过去 我怕这事 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不想那样 说这些有什么用 忙了脚都不占地了 是啊 说实话 就是因为你 我都不想管这件事了 但我是个职业军人 我不能不做 就像有些事 你也必须得做 我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是说眼下发生的一切 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 我只希望这些破事 都尽快可以过去 让我们两个恢复到从前 来 咱们这么多钱 你别动我东西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哪来的 你问那么多干吗 你赶紧放回去 我刚放进去你就 怎么这么多钱 你说 从哪来的 你别问那么多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就要发财了 你发财了 你干什么了 你能不能不管那么多 你又不是我亲妈 行 我先不问你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后街刘老板跟我说堂会的事 不过我回来了 你必须要告诉我 别把钱放我这儿 要是丢了 你还让我赔呀 我不放这儿我放哪儿啊 你丢了肯定你赔呀 谁让你翻出来的 我少一分钱你 你都得赔呀 快走吧 你真是我亲妈 回来跟我说清楚啊 站长 昨天我跟的那个人 麻袋里藏着枪 长枪短枪都有 看来 来头不小 人呢 跟丢了 跟丢了 废 废 是属下的失职 不过站长 我还得到消息 最近黑道上 一直在传买枪的事情 还是我没太在意 不过现在 越传越邪恶了 连西风寨的邓八子都进场了 据说 他已经在黑道上大声交易了 那有没有打听到 是谁在卖枪 现在还不知道 这帮人做事很谨慎 谁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什么枪都可以搞得到 我感觉 对 这个卖枪 就应该是秘密军火库的执行者 你是说 杨瘦 按理说他不应该干这些事 可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 证明他不会那么干 还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我明白 有些事仅之前后一关联 还真是有大文章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有人说他有很多枪要买的话 除了他杨绍成 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人 站长 叶梅啊 我听建峰讲 你身体不太舒服 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没事 可以来上班 建峰在梦工事吧 在 站长 有事找我吗 我听说 市面上有人在卖枪 我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个情况 而且也让李正 密切注视这批人的动向 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那就好 你再不把秘密军火库的情况搞清楚 我就让你交出这个案子 在我管的军重战 我绝不允许站着毛空波拉屎的人 是 属下明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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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经点 我怎么正经呢 跪下 对天发誓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这个必要 正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安慰 你必须要对天发誓 否则我不放心 少生 这件事要是捅出去 整个西川就会天下大乱 我就就很不可能 来接管我父亲的部队 到那个时候 地下军火库的事 就由他来处理 但这事要是捅出去了 那就来不了了 他要是来不了 攻防部就会拍其他的人来 那个时候 我父亲的部下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现在知道 我父亲为什么会被害 只有杀了我父亲 西川的军阀就会大乱 日本人就会趁虚而入 这事要是捅出去了 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无法承担 所以我要你必须得发誓 好好好 我发誓 我发誓 在这怎么发誓啊 我要你跟我一起跪下 对天发誓 好 我冲天发誓 我 我杨绍成 绝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谁要是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了 不得好死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 杨绍成 不能 对天发誓 你们这是干嘛呢 那个 你们这是干嘛呢 跪在地上 结婚派堂啊 私定终身以身相许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们说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 杨绍成 这可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女朋友 你想干嘛 你 你还穿成这样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 你误会了 我们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走了 什么 给我站着 你们都说清楚了 说什么清楚 叶大小姐 你平时不是挺正经的吗 原来是个假正经啊 你吃着碗里的 站着锅里的 放着好好的陈建峰不要 你来勾引我们家绍成 你想干嘛 好啊 这不关他的事 没关系 给我站着 个死瘦 你们 这招这么高啊 你会装晕倒呢 跟谁学的 什么装晕倒 是真晕倒了 都是女人装什么娇贵啊 你给我回来 杨绍成 医生 医生 快来啊 上个门 快去 快去 陈建峰我可告诉你啊 好好地管好你的女朋友 她干嘛要来勾引我们家绍成啊 她要再这样我对她不客气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一到门口 就看见她们俩跪在地上 像是在结婚拜堂似的 她们在干嘛呀 是在偷情呢 还是在私定终身啊 有这种事啊 我怎么觉得你无动于衷啊 我现在都怀疑 这叶梅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小白雨 一定是你多心了 我是觉得绍成最近很不对劲 老是深深秘秘的 我担心她出事 就让叶梅去劝劝她 你没有觉得绍成最近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不对劲的地方也多了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告诉我 就是 就是那方面 她少诚是个要面子的人 那方面你要主动性 陈江峰 你这话说的 你是不是就认为我们是戏子 戏子就应该不要脸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事了 我是想说 如果你跟绍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就来告诉我 我和她毕竟是好兄弟 我也可以帮你出出主意 你真的没骗我 是你让叶梅去找杨绍成的 朋友之气不可期 她杨绍成绝对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叶梅是你的女朋友 那我相信你 好 没事了 回去吧 去吧 喂 检方 你怎么样 没事 就是 后脑勺撞了一下 当时晕了 还好少诚把我送进医院 没头大点事 姐夫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走了 别走啊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刚才小白玉还跑到我那儿去闹去 说你们两个人跪在地上 海誓山谋 我是告诉她 我让叶梅去安慰你 才把她劝回去的 小白玉爱你是不是太疯狂了 我看失去理智了对不对 行了 我先走了 你别走 坐下 因为现在市面上很乱 黑道上的人 正在秘密走私大量的枪支 有人还和西风寨的邓八子谈成协议了 你哪儿都别去 有什么事呢 拆我去做 绍成繁星的气多 家里也忙 别天天打扰她 邓八子买枪 哪儿来的枪 哪儿来的枪我不清楚 你也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 跟我没关系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别急 我们先不谈这事 今儿晚上 彤彤快快喝一杯 好好聊聊 喝什么呀 改天吧 裤子还没穿呢 陈建峰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怪我玩磨脚的 我没什么话要问 我也没什么话要说 你受伤 邵程送你来 很好 你们俩现在是有很多秘密瞒着我 我成局外人了对不对 哈 杨少成 当着我俩的面 你就一句话都没有 我说什么呀 我 我没什么要说的 心里有鬼 说不出来是不是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陈建峰 原来你在吃醋啊 好啊 那我告诉你实话 我就是和少成有私情 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们两个 我就喜欢他 只不过你先向我表白了 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 我真正喜欢的人就是杨少成 别别别 叶梅 你这个可不能乱说啊 你简直就不可理喻 你说什么呢 说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你别问啊 好了好了 见不 叶梅让我好好休息 她心情不好 故意气你呢 那行了 我先走了 杨少成 你疯了 你和叶梅才疯了 叶梅是故意气你呢 你们俩到底干什么 我们俩什么都没干 我们俩干什么 我们哪能干什么 她是你女朋友 那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想瞒着我干什么 我偷偷摸摸鬼祟祟的我们 我 说 叶梅说的没错 她就是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怎么了 别给我扯这个 说你偷枪信 偷情我不会信 偷情怎么不信 我怎么就不能偷情啊 我 我 我不偷情我这干吗呢 我警告你 你别再玩火了 你爱信不信 来 我跟了她两天 这回终于逮着她了 她为什么要把东西拿这儿来呢 现在过去抓她个人赃巨祸 这回来 先查清楚 东西从哪儿来 要用哪儿去 然后再一往打进 吓死我了 是你啊 我还以为谁呢 你把我枪拿走啊 你的枪 你再说是你的枪 你的你的 你爹 你白天怎么发誓的 你怎么答应我的 我是答应你了 可是我在答应你之前 我就答应邓巴子了 我都收到他的定金了 你说我这生意 要不跟邓巴子做的 他 他能放过我吗 是不是 再说我只答应你 不把地洞里的事说出去 其他的我可没答应 你无耻混蛋 队长 嗯 不对啊 这里面怎么吵起来吧 那就等着看戏吧 那地洞里有那么多军火 我只是借那么一点点用用 九牛一毛嘛 有什么关系呢 你爹那么多枪 都放在地洞里面 都成废铁的呢 还不能拿出来混那儿献钱呢 对不对 你再动军火库的主意 我一向崩了你 别别 你别 你别 有话好好说 有什么人伤点好不好 先把枪放下 你知道吗 在这个破屋子外面 有很多军统的特务在盯着你 你以为你万无一失 你是自己在找死 你却不知道 真的假的 陈建峰是干什么的 你好好想想 你有没有一点脑子 用这个竹头 我不许你再打这些军火的主意 不许你再动歪刀金 好好好 我不动歪刀金了 好吧 你不会 睁开枪吗 你试试看 枪统一走火 放钱 先把枪把枪放下 好不好 你安门家家人整天动头动枪呢 给我别动 杨少诚 我告诉你 明天那笔生意我一定要做 那笔钱我一定要搞到 跟你没关系 你别管 我一定要弄到那一万块大洋 我用那个钱换船具员 这钱算我接你的 你 杨少诚 杨少诚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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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诚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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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诚 看来 在杨少诚 明天一定会进行交易的 开手网吧 这地下军火铺的事 总算有结果了 没有过绝处逢生的曾经 没有过绝处逢生的曾经 怎么会小心翼翼录剋畢 没有过铭心地刻骨的神释 怎么懂得爱有多疼 没看过惊心动魄的风景 怎么会如此珍惜你淡风情 没有过无路可退的 却情不会如此草木皆笔 爱心在莲花中悲鸣 我们在惊喜 连来天荒地老最无情 爱似为诚 我们为谁而抗争 心思荒浊 埋葬残生 爱似为诚 我们为谁而抗争 心思荒浊 埋葬残生 心思荒浊